中共经济死局纵有三头六臂也解不开了 中国各地政府使出吃奶的力气就防止市场不买账 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带给大家一些最近的新闻合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中共经济死局纵有三头六臂也解不开了 美国总统拜登在2023年8月10日 谈到中国经济状况和经济挑战时 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中国 成为一枚正在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对此中共党魁习近平反击称 中国经济任性强 潜力大 活力足 而中共官媒新华社一天后发表评论文章回应称 中国经济回复向好 秉称唱衰中国只会在事实面前反复碰壁 然而事实证明拜登并不是在唱衰中国 而是讲了大实话 由于房地产占中国全部财富的三分之一 因此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房地产市场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惊人增长 是由基建推动的 从道路 桥梁 火车线道工厂 机场和房屋 无所不包 如果房地产业经济势头好 可带动全国的经济转向明朗 反之则令中国经济严重衰退 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 今年四月份的Top10房企销售操盘金额门槛 同比降低57.3%至258.8亿元 四月供求较三月环比微降 不过绝对量仍处年内次高 好于一季度月均水准 30个重点城市 供应同环比其跌 成交环比下降17% 同比下降43% 与一季度均值相比增长13% 前四月伪计同比降47% 降幅收窄一个百分点 五月供应规模再降 30个重点城市 新增供应946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17% 同比下降16% 绝对量来看 略好于今年年初 较一季度月均增长23% 以上数据说明 三年疫情后 民间住房需求大幅下降 房地产价格暴跌 不但众多的房地产业主 变得更加贫穷 受影响的不仅是房地产经济 也连累上下产业链所有产业 都一起进入了寒冬时期 从房地产到地方债到银行 再到整个金融体系 危机一环套一环 直接冲击中共政府的财政收入 据官方发布数据称 今年前四个月 中共的税收收入较去年同期 下降4.9% 其中与房地产关联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为10536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10.4% 网络流传的一张 今年1到4月 中国各地财政收入 与指支出情况的统计表 资料显示 除了上海 其他30个省市财政都沦陷了 都在等着中央拨款救济 而中共当局也自身难保 今年进入五月份以后 中共国务院央行 匆匆推出一系列政策就是 以至于主管金融的中共副总理 何立峰近日发出警示 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近 中期目标 直面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 5月21日 中共总理李强 发出了死命令 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网络流传的消息 由于断供太多形成挤兑 中国多家银行已经不要房子了 X平台上一张热传的帖子写道 身边一位朋友已经断供三个多月了 2021年花了175万 买米厚大学城的房子 月供6350元 朋友已经做好了被法院拍卖的准备 结果竟然收到银行通知 银行竟然不要房子 还优待朋友两年内 每月只需继续支付月供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 中国断供房数量越来越多 2017年 国内法拍房只有9000套 而到了2019年法拍房数量 就快速飙升到50万套 直接翻了50多倍 截至2023年底 断供房超过350万套 而银行拿了大量法拍房 将会面临无法及时变现的问题 当房子在市场上变成了滞销品 房子就成为累赘而不是财富 银行背得累赘太多 死得越快 北美投资顾问Mike Sun分析指出 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 通常是从村镇银行 到地方性中小银行 再到股份制银行 最后到国有大银行 国有银行巨头未躲避危机 今年开始陆续在发债补充资本金 近期又开始发行总损失吸收能力 债券 其目的就是避免2008年雷曼金融危机的重演 尽管中共不想重蹈日本当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覆辙 应对危机 短期可以依靠发债 但是中长期还是要扛内需 北京现在的手段只是延缓危机 并不能解决爆发危机的根本问题 中共央行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末 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总资产为417.3万亿元 同比增长9.9%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3.95万亿元 较2023年初增加1495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1.62% 而许多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戏份来看 与房地产有关的不良率 从2022年的4.06%上升至2023年的6.48% 而且飙升速度飞快 并且与房地产有关的信贷存量 占中国银行业全部贷款业务的比重 有40%之多 与美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星分析指出 何立峰最新提到的房地产 地方政府债务 中小型金融机构三大风险 其中房地产是核心 现在房地产爆雷引发的大危机就在眼前 这让中共最高层非常着急 实际上情况的严峻已远远超过 所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现在就是金融崩坏 与房地产泡沫破裂后 紧密相连的金融系统的崩溃 垮塌的过程就在眼前 海外时评人士郭军分析指出 现在摆在习近平面前的经济问题 已经非常严峻 而且是一个连环套 他解不开的 第一个连环就是房地产危机 就连被号称人民币先生的周小川 也认为误判了中国房地产 说中国房地产整体价格的下滑之快 超出了中共最高层的想象 比想象的还要快 还要严重的多 第二个连环是地方债 北京现在的做法就是发债 借新债还旧债 借长债还短债 借低利息还高利息 所有人都知道 这种措施没办法长期维持下去 第三个连环是金融的大危机 大崩溃 最后解决的办法就只有印钞票 大规模的增加货币供应量 说穿了就是抢钱 中共已经失去多次解决房地产泡沫的机会 击鼓传花的游戏已经走到尽头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直言 当前中共的政治经济现状 与晚清时高度相似 危机四伏 任何一个冲突事件 都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倒台的奇迹 中国房地产在几年开始陆续爆雷之时 北京不以为然 随着这场危机的不断升级蔓延 眼看房地产业的危机 导致金融崩快将至 中国经济这颗定时炸弹 也走到了最后引爆的时刻 因为中共是靠金钱收买执政体系内的官员 干部去维持着统治机器的运转 拿不到钱 就没有人愿意替中共卖命 卖力所有人都选择不作为躺平 可以预计中共的金融系统崩溃之时 就是中共统治的终结之时 纵使习近平有三头六臂 也解不开这个死局 中国各地政府使出吃奶的力气 就防止市场不买账 中国房市近期持续为米 各地政府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 要大力救市 放宽限购条件 降低首付 想推动去库存措施 但民众买涨不买跌的惯性市场意识 似乎不大买账 中国房市销售低迷 已长达两年 各地陆续出台多项措施 想挽救消费者的购房信心 减少烂尾楼项目 截至今年5月初 中国已有24个城市 全面取消购房限制 35个城市放松限购 5月17日 中共政府还宣布提供3000亿人民币贷款 支持地方国有企业收购库存 以作为保障性住房 与此同时 中共央行也降低购房者 首套房首付比例至15% 二套房的首付比例降至25% 并取消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今年6月 中共金融监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 更提出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确保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提交的白名单项目 应待近代 无法满足融资需求的 银行也要提出反馈 以期之后能再重新审理 但有国外专家分析 上述措施的效果有限 主因在于银行难以响应国家政策 住房贷款利率下降 而储蓄利率又相对较高时 将导致盈利困难 此外 即便官方的就是举动能够帮助各地清除库存 如果最后房屋没人居住 又将是一笔坏账 这个3000亿其实有规定 就是你找到项目之后 60%由3000亿负责 剩下40%是要商业银行 自己把贷款贷出去 因此 总体贷给地方国企 让他们买库存商品房的规模 就是5000亿了 但要消除中国房地产的产能过剩 至少需要200万亿 虽然中国几家大银行都是国有银行 不是完全国家拥有 但是国有控股 财政部是最大的股东 理论上应该要听股东的话 房地产问题两年多以来 已经不止一次 政府下令要求银行给困境中的开发商 提供更多融资支持 但过去这么多月以来 银行的态度一直就是很暧昧 北京一名帮助民众选房的房产博主表示 房价下行市场 大家没有购房欲望 所谓买涨不买跌 就是这个道理 欲望不是增加 而是减弱 他说五月份成交了1300万套 但这是在430 517政策的释放基础上 以及5月31日的政策预期之下 这位房产博主认为 如果没有新政持续四季 中国六月份的房屋成交量 还会出现下滑 经济学者 投资专家许仲祥也认为 中国房市的问题 并不在于整体市场是否会崩塌 而是民众的购买信心不足 过去如果治了产 能预期资产价值每年升值10% 所以不仅房产能保值 还是很好的投资工具 但现在不是这样了 而这才是真正伤害市场的原因 但当局尚未就此采取任何行动 事实上 我认为政府不会对此有所行动 因为政府不希望房产成为价值储存 或投资的工具 反之政府希望人们从银行申请贷款 让银行对新兴企业发放贷款 或是购买股票 以注入长期资本 尽管如此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楼市挑战 与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危机 以及美国本世纪初因次贷危机 而诱发全球金融危机等相比 其可能造成的影响 仍令人担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